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石口袋 我是魚乾 那今天我想利用幾分鐘來告訴大家 BUD方塊感應裝置要怎麼製作 BUD就是像平常我們走到一個地方 玩解謎地圖的時候 我們看到鐵門過不去 然後旁邊有個香菇 裡面有生魚跟香木材 第一個直覺就是烤魚乾 烤魚 然後門就開了 這個怎麼辦到的呢 沒錯 就是靠BUD 那... 先讓它不要再靠了 然後這個要怎麼做呢 這個很簡單 真的非常簡單 要燒完了 燒完了 它現在是通電的情況 然後通電的時候門就打開了 我們把它恢復成沒有通電的樣子 對 就是這樣非常簡單 接下來下個步驟我們只要把這塊打掉 欸 它就凸出去了 凸出去 然後我們把它舔回去 再把... 呃 蠟乾打掉 欸 它就會持續 呃...是一個... 呃...打開的情況 好 現在呢 門關起來了 我們只要再烤一次 呃... 乾 哈哈哈 門又打開了 然後這個製作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那樣 只要拉下這個拉桿 打掉上面這個方塊 好 它現在就是一個敏感狀態 你只要... 在它附近 就是... 放上... 放上的方塊 它就會鎖回去 對 然後... 不只放上方塊啦 一些方塊性質的改變 像是熔爐或是睡覺 恩...這類的 那我等一下會整理一個清單 放在最後面 那這邊有個向下的 這個比較特別 因為它可以用的 呃...方法很酷 哈哈哈 我們一樣就是來做 這個... 呃...打開的 打開... 呃... 呃... 呵呵呵 是熔 好 我們把它鋪起來之後呢 在上面放一個柵欄 然後我們把這塊打掉 沒錯 它現在 現在一樣也是一個方塊感應裝置 我們只要把柵欄門打開 喔喔 它就... 不對吧 它就把下面這塊吸起來 欸 對啦 它就是... 呃...它就會... 通電 不是通電 我要講什麼啊 喔 羞恥教學 對 那這... 這也是BUD 這...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那如果今天我們想要做的是 呃...可以重複使用的呢 重複使用的製作方法很簡單 我們在旁邊擺個L型 L型之後在它前面挖個洞 然後放一個火把 放一個方塊 然後這邊放一個中機器 接下來 把它用... 銅石圍起來然後下雨 現在它已經是一個... 呃...可以重複使用的... 呃...BUD裝置 對... 你只要在旁邊放上方塊 它就會推動 它就會推動 拿掉 放上 放上 呃... 拿掉了... 對... 那這樣的...呃... 裝置通常都會用在... 像是... 發射器 對... 讓它通一次電就好了 可是有些人希望說... 呃...它的... 呃...電路是持續輸出的 那... 這個要怎麼做呢 一樣 我們只要做個L型 再來呢 一樣 這樣先挖個洞 放上紅石火把 再來呢 一樣 好啦 這樣觀眾會打我 那現在有... 有一點不一樣 只是簡單說就是把這個 氟字型的紅石電路往外拉一個 什麼意思呢 本來在這邊的 移到這邊 本來在這邊的移到這個 變成一個... 呃... 這樣子 變成這樣子 然後把這邊... 用紅石... 補起來 對... 它現在就是一個 會持續輸出... 呃...會持續打開的情況 對... 你看它就是不會再縮... 不是不會再縮回去啦 就是... 它會持續的推出來 放回去... 推出來... 意思就是說... 呃...如果你今天是要開燈... 的話 這個就是... 你所需要的 呵呵呵呵 好 那這些就是... 呃... 呃... 目前啦 目前我知道的... 最簡單的幾個 然後... 以後我也會放上... 呃...不一樣的教學啦 我也不是專業的 呵呵 業餘 不負責任教學啦 那... 今天我們的... 小教學... 小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大家... 拜拜... 下次見囉